歡迎收看 幽靈點的母親 最多歡迎掌知識顧健康 好 這一週我們都來聊聊 到底你在用藥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什麼事情 因為最近這一本暢銷書 九成的藥不用吃 這是一位日本醫師 他的著作 但是有一些觀念 是不是也可以用在 我們台灣的狀況上面呢 例如說 止痛藥 講到止痛藥 大家當然是非常熟悉 因為根據估計 台灣一年吃掉多少顆 至少1億顆 1億顆 包括你常聽到 什麼阿斯坪林等等 很多 很多人痛的時候就會吃 但有些人就是主張就是說 你在疼痛的時候 你不要忍痛 因為對你的大腦會有些傷害 但是你這個止痛藥 你要怎麼去使用 才是比較正確的觀念 好 請到我們是 整合醫學專家 我們的羅氏冠醫師來到現場 醫師 您好 你好 欣妮好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開始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很多人到日本 會去買那個止痛藥 其實這個品牌 大家等一下看畫面 一定都知道 但這個藥 據說會有一些問題在 我們來看這個報導 廣告大打 女性驚痛吃了可以緩解 或是頭痛牙痛也有效 很多人到日本必買了止痛藥 EVE 卻有女性想要緩解驚痛 吃了以後反而胃痛 發了想吐 甚至還有更嚴重過敏的個案 要是說因為EVE的主要成分 布洛芬會導致過敏 在藥害救濟排行榜上 這三年來 布洛芬的藥害救濟 申請數量明顯增加 從第九名攀升到第七名 前三名藥害救濟的可疑藥品 分別是醬尿酸藥 抗療癬藥 還有卡巴淡瓶 衛福部規定 要害救濟死亡跟障礙 最高給付兩百萬元 要特別注意的是 如果從國外買回來的藥 像是止痛藥EVE 釋出問題 可就沒辦法申請要害救濟 所以常去日本的人 應該都看過這個牌子 那我們想先請教醫師 就是說他剛剛講到一個 專有名詞叫做布洛芬 布洛芬 您剛剛上回跟我們講說 您在看診的時候 你不會開一些抗焦率 那止痛藥您會開嗎 止痛藥我會開 會開 那但是像這種布洛芬這個藥 為什麼剛剛講到說 危害救濟的狀況這麼多 它會有一些副作用嗎 常去吃的話 對 應該就是因為 血管縮縮的關係 可是因為布洛芬 我三十年沒有用過 三十年 為什麼呢 您有什麼考量嗎 我考量就是要用最安全 最不會出問題的藥 所以我止痛藥我會開 我是開普拿藤 但是我也很少開 像我開都是 平常病人發高燒 超過38度半 我就會 我大人 我都是用小孩子的劑量 而且我一天就挺藥 是 但是我會背著普拿藤 給他們以防萬一 那或者是說你頭痛欲裂 是 真的受不了的 我說你就吃一顆吧 但是通常我是很少開 就沒有痛到想哭都不開 所以就是說沒有痛到想哭 不想開 是因為您覺得如果吃太多 它對身體的危害 反而是比較長期 對 你看布洛芬這次出了這些問題 那我這個人就是趨吉避凶嘛 就是用藥就是用最老最安全的 沒有出過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的 對 雖然普拿藤也是會 也是有一些狀況 是 而且這布洛芬其實之前也有新聞 這個提供給大家 就是說 它有最新研究說 可能對男性的不孕 這可能是一個因素 但這只是一個研究 一個期刊 對 醫師你也有聽過 有 這好像是在歐洲的一個研究 對 你想想看 因為既然是一波普洛芬 它就是造成血管收縮 因為你在止痛的過程中 你會相對造成 就是所謂的前列腺素的壓抑 那你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造成血管收縮 那你是不是剛好 男性雄風就是要血管擴張 那你血管收縮了就不行了 就血液循環 尤其末遭血液 還有這麼恐怖 這不是說只是 這跟傳統接待有關的 這個當然 這只是一個研究 也不是說大家吃鴨魚 就一定會這樣 這也是提供您參考 是最近有這樣一個新聞 好 但是呢 在我們上一回講到 九成的藥不用吃 這本書裡面講到 就是說你吃了一些 症痛 解熱劑 會讓你治療 也許您在這個專業 比如說病程會更長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剛開業那幾年 我對這個事情是 其實完全不了解 那我也是就是這樣會開 你發燒我就給你開 止痛 推燒藥就這樣吃 可是我發覺到病人 好像就很容易一直回診 一直回診 那我這個 我改成這樣子看病 就是減少這樣 就是已經二十幾年了 那二十幾年來越來一直在尋求方法來改變我的用藥變成盡量無害 那我就發現到原來體溫是人類最大的問題 你吃的止痛 退燒是不是體溫會降低 對 體溫要 最好的體溫要維持到三十五 三十六度半到三十六度八之間 這個是成人 這成人最好的體溫 其實小孩子也差不多了 它可以高一個零點一度這樣 可是問題是 而且體溫上升一度 就代表你發燒了 發燒幹嘛 你的身體在產生抵抗力 在產生免疫力要治癒了 那降低一度 你會減少三十趴的免疫力 那我這邊就是有一本 我自己寫的書 兩年前我寫的一本書 下面就有統計過 有吃藥的病人 他的體溫降到 平均降到三十六點零一度 那三十六點一度已經降 已經低於36度半了 所以其實也就是說 你的免疫力已經降低了 所以就是說你 所以你如果吃了這些藥 你很容易讓病程增長 為什麼 你免疫力降低了 你的白血球比較不會動了 是 那你暴露在二次感染的 那個環境下是不是比較高了 那你那當然會延長 這無庸置疑的 了解 所以反而回診的比例增加 對 但是那我們很好奇 那就是發燒就讓它發嗎 就是 不是 當然你如果發燒發得太高 你如果到38度半以上 我也是建議說 你就還是吃一顆 38度半 你把它降到36度半嘛 你不要一直吃 吃太多會降會降 我常常看到很多病人 吃了兩三顆 三四顆以後降到35度 是 尤其小孩子体温調節 沒那麼穩定的時候 真的降到35度 他全身冰冰的 當初會抱來 跟我抱怨 你怎麼吃 等於要吃了幾包 就變成35度 了解 小孩子的臉色蒼白 所以我就對這個很忌諱 因為我自己碰到這個 碰到這個棘手的問題 所以發燒 如果真的發燒 就讓它在38度半以下 然後36度半以上 沒有 36度半到36度8之間 就是最好的體溫 最好的體溫 如果沒有 把它找到問題來 把它解決 像感染 你就把感染找出來 像那一感染找出來 你對抗的用藥用下去 它馬上感染不見了 它馬上就降下來了 你如果真的很痛 你稍微 稍微叫他們多喝水 像我都很喜歡 叫人家多喝紅茶水 紅茶水 對 這是我 然後現在講回憶就是 如果你到了燒到太高不行 因為有時候燒到41度或40度 如果連續超過八個小時 十二小時 那有可能會把腦袋燒壞的 會影響致力的 那時候我是一定退燒的 但是我都告訴家長 退燒的立刻停藥 就是多喝水 小兒子比較沒有喝紅茶水 我就會叫他們喝溫水 所以我喝一點 或是所謂味噌湯 薄薄的味噌湯 又是味噌湯 這麼好用 對 補充礦物質 我不會叫人家去喝酥泡 喝酥泡這不行 運動飲料 對 以前洗淨劑的事情發生過之後 我就不再碰了 好 這又是另外一個話題 不過剛剛講到這個是 發燒的一些概念 不要太高 但是不能太低 這樣對你的 可能在生病的治療狀況比較好 那最後我問一個問題 剛剛講的是發燒 第二個疼痛 疼痛這個部分要忍嗎 我要痛到什麼地步 我才需要吃藥嗎 還是就是像你怎麼去看到疼痛 當然不要忍 就是你有痛 就吃止痛藥 你吃止痛藥 但是我比較不反對 臨時吃個一兩顆 如果會解 那就是沒事了 如果不會解 要趕快找醫生 要趕快去解決問題 譬如說你是感染 就趕快感染 就不痛了 你是筋骨拉到會痛的 趕快筋骨拉一拉 如果你是只是一個情緒 情緒激動 那就請假休息 回去休息 睡覺喝水就好了 那我就叫人家喝 剛才講的紅茶 紅茶就是第一泡的紅茶 像紅茶包 泡在熱開水 30秒就好了 我常常在講30秒 30秒然後就可以拿來喝 然後茶包跟水就分離了 然後把它稀釋成 再稀釋一倍 變成1000cc 這1000cc 你就大概兩個小時內喝掉 對沉痛會有反解 對 然後你每半小時喝250cc 如果覺得效果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點檸檬皮 或是切片檸檬 增加一點風味 然後你也可以加 每半小時吃一顆維他命C 就是所謂的大劑量維他命C 你這樣我屢是不爽 多少年了我的病人都會好 真的好特別 這個是我們行醫 超過30年以上的 我們資深的權威 講的這個部分 提供大家參考紅茶水 不過尤其疼痛 發燒 不要說一發燒忙吃 然後疼痛呢 當然你可以吃止痛藥 但是也要知道自己的狀況 把這個問題找到 提供您參考 以上是今天的120年的保障 永遠小健康 感謝收看我們再會 掰掰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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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